世界上最便宜的五种造假食物 淀粉香肠里不仅有淀粉 还有鸡毛和骨头糊 螺蛳粉竟然用了臭气熏天的粪便酱料 还有更荒谬的天价天花酒 你绝对不敢相信它的真实成本 本期奇异探索战将带大家揭开 这五种最便宜造假食物的内幕 点个订阅 一起来揭开真相吧 第五名 自助餐 近年来 低至几十元的实惠自助餐馆 和100到200元左右的海鲜自助餐馆 都很受欢迎 有些餐馆打广告说提供无限量的顶级海鲜 但一旦你付完账 就会发现这不过是个噱头 业内人士指出 真帝王蟹价格非常高 每半公斤至少要100元 为了省钱 有些商家选择了便宜的冷冻帝王蟹 此外 每半公斤只要几十元的死蟹 也是一种经济实惠的选择 据透露 很多自助餐器食用的是 蜘蛛蟹腿冒充帝王蟹腿 还有螃蟹 扇背 隔离和各种鱼类 都是冷冻产品 很多自助餐 从特定的批发市场采购海鲜 包括捕捞 加工 然后冷冻的螳螂虾 缩子蟹和隔离等非活海鲜 这些海鲜的批发价格非常低 每半公斤只要三到五元 记者卧底这些廉价自助餐的厨房 发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秘密 在一个每人75元的自助餐厅里 所有的牛肉和羊肉 其实都是鸭肉做的 海鲜则变色发臭 还用漂白剂处理过 比如 那些羊肉串 其实是用鸭肉加上羊油调味的 工作人员说 以这么低的价格 根本不可能提供 真正的牛肉和羊肉 此外 那些剩菜 并没有像沉默的那样被丢掉 而是被处理后重新端上餐桌 过期的饮料也不会浪费 会被倒入容器中 第二天重新提供 还标注为红油能量饮料 看了这些 你还敢吃自助餐吗 第四名 淀粉香肠 这个曾经让我们垂涎欲滴的小吃 竟然是由骨头糊制成本 就是那些餐馆剩饭和屠宰场的废料 长期以来 许多消费者认为 淀粉香肠 虽然可能含有比真正的肉 更多的淀粉 以降低成本 但至少是安全食用的 然而 315晚会的揭露令人震惊 淀粉香肠 不仅含有淀粉 还含有被称为骨头糊的肉 一些死去的牲畜 剩下的骨头 餐馆剩饭和屠宰场废料 都可以制成骨头糊 专家指出 骨头糊的成分 通常用于宠物食品生产 而不是人类食物 长期食用 还有这些不适当添加剂的淀粉香肠 会带来健康风险 不仅仅是骨头糊 还有鸡毛 一位大连的消费者 吃着香肠吃到最后 居然发现里面有根鸡毛 他的反应也是够直接的 太恶心了 差点吐了 如果他看到了以下视频 他可能会理解 为什么香肠里会有鸡毛 这是一家生产肉馅的小工厂 我们可以看到 一名工人 直接将一只未包皮的死鸡 扔进搅拌机 混合后的肉 直接落在地上的垫子上 然后两名工人 将其收集到一个大塑料袋中 卖给那些制造假冒食品的 不良商人 这样的揭露 不仅震惊了 我们这些消费者 还让那些靠卖考香肠 谋生的街头小贩 苦不堪言 一位小贩 看完三一五晚会后 果断把所有储存的香肠 全扔了 他知道自己 再也无法以此谋生了 第三名 螺蛳粉 虽然螺蛳粉闻起来很臭 但吃起来真是美味无比 今年来 这种神奇的小吃 在全国广受欢迎 甚至还出口到海外 不过 三一五晚会 曝光了一家长沙的螺蛳粉店 让人大跌眼镜 这一家店的储存柜 和酱料瓶散发出奇怪的气味 厨房环境脏乱差 墙壁都发黑了 所有食材居然都过期了 材料堆得像小山一样 更离谱的是 为了让螺蛳粉更臭 这家店居然在面条中加入了臭酱 当工作人员去检查时 几乎被那股穿透灵魂的臭味给熏倒 据说 正宗的螺蛳粉臭酱 是用发酵的酸菜制成的 但有些螺蛳粉店为了省钱 可能会用粪便制成的酱料 这听起来很恶心对吧 这种做法是把甘草粉放入竹筒中 然后浸泡在人粪坑里发酵 当一个年轻人 得知他最喜欢的螺蛳粉 实际上是用人粪制成的 他几乎崩溃了 我已经忍受了淀粉香茶 但这真的是太过分了 第二名 奶茶 知名奶茶品牌使用过期原料 这一幕就像是奶茶界的大戏 在今年的315晚会上 引发了极大的关注 像茶百道 古名 书役烧香草等知名店铺 被爆使用过期原料 处理不卫生 引起了消费者的震惊 书役甚至被发现 更改原料的保质期标签 使用过夜的原料 更搞笑的是 他们判断原料是否过期的方法 竟然是品尝 你感谢 古名奶茶店也被发现 将过期原料 与新鲜原料混合使用 在一家茶百道奶茶店 检查人员前脚刚走 他们后脚就改了原料的保质期标签 最令人惊讶的是 百果员竟然将店里的烂水果 变成高端水果拼盘 员工表示 水果烂了也无所谓 反正顾客看不出来 真是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啊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被曝光的奶茶店 都是知名连锁品牌 如果他们的管理都这么混乱 我们只能想象 那些小店的情况会如何 看完这些 你还敢喝奶茶吗 第一名 听花酒 自2020年以来 一种名为听花酒的所谓高端商务酒 出现在消费市场 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 这种相对不知名的酒 在短短三年内得到了广泛认可 更令人惊讶的是它的价格 据报道 听花酒的标准版售价约6000元 而53%酒精的高端版售价高达58600元 央视记者走访了听花酒体验店 广告声称 这种酒有多种健康益处 包括提高免疫力 改善睡眠 增强男性功能 调节生理紊乱和抗衰老 员工甚至告诉记者 听花酒的健康益处是有国际专利的 公共记录显示 青海春天药业公司是听花酒的幕后推手 这家公司还曾聘请两位诺贝尔奖德主 担任首席科学家 其中一位被称为伟哥之父 然而 尽管这是公司价值数十亿的旗舰产品 这种高端包装的酒 并不像看起来那样神奇 负责专利的代理人表示 任何人都可以申请专利 他们所谓的发明 但是否能被认可为专利是另一回事 此外 他还提到 听花酒专利中提到的冷却剂 并不是某种高科技物质 只是一种常见的薄荷提取物 所谓的听花酒双重激活 不过是酒的二次蒸馏 最荒谬的是 听花酒的灵感来源 创始人张雪峰声称 道家神仙在梦中给了他灵感 我梦见自己在寻找长生不老药 一个看起来像张三峰的人 挑到我面前 握着我的左手 用他的符尘写下了生字 后来 他受到了舌头上的水 就是生命的说法的启发 开始从人类唾液中 进行研究和开发 最终成功制作出了这种高价听花酒 张雪峰甚至声称他的酒 不是这个世界的 而是上天赐予的大福分 他还说58600元一瓶的价格太便宜 应该值更多 好了 不知道今天介绍的十种造假视频 哪个最让你印象深刻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可以订阅点赞奇异探索站 下期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精彩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